一尊消息要來關心是今天在台東北南鄉的桑樹溪 發生了一起溺水意外 當時這名男子是來到這裡玩飄飄河 沒想到卻沉入深水當中長達6分鐘 而救難人員後報趕到現場時 他已經沒了 呼吸心跳 救生人員將裝備脫去 在溪路上潛下水去搜救 不堪有絲毫怠慢 就為了讀上那一線生機 原來就在這河岸 剛剛發生溺水意外 大聲呼喚長備板 救難人員綁上繩子 替溺水男子穿上救生衣 趕忙將他脫上岸 又將他儘速送往醫院急救 因為救援到達時 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事件發生在花點北南鄉 東興村的桑樹溪 消防局接後通報 一名男子在河邊吸水 突然就沉入水中大概6分鐘 由於男子位置在吸水深處 旁邊民眾不敢太過靠近 消防人員趕忙派遣救援大隊 在10分鐘內趕到現場搶救 根據瞭解 男子是前來上速系 玩現在正夯的飄飄河 坐在游泳圈上沿著吸水而下 整個過程就像單人版 泛舟十分驚險刺激 不過由於有一定危險性 在游玩時 業者都會提供救生衣 以免出現意外 但溺水男子身上卻並未穿著 舊繩衣 還直接下水游泳 這才發生寒失 在游泳 然後游泳到一半就開始 緊張然後開始增灑 就是我看他那個狀況 就已經開始增灑 然後後面就浮下去之後 就吐了三口氣之後 他就沒有東西了 我們到的時候他感覺水 我跟另外一個水管找到 男子送往台東馬傑醫院急救 離奇的事 就在十號同一位置 也發生一起溺水事件 呼籲民眾到溪水邊遊玩時 應做好防護準備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郭品佑 李明德 台東採訪報導